为了保障沈阳在汛基石排水畅通 从昨天开始 沈阳水务排水集团启动了春季排水设施清扫专项行动 昨天上午 记者在沈河区外柳塘路上看到 50余台抓泥车 动力卷阳机 污泥运输车 管道疏通车等多种先进排水清扫设备 及特种车辆正在运行工作着 对外柳塘路排水管线进行全面疏通清理 经过一东的运行 地下排水管网中积存了大量淤泥和各种淤积物 城市排水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出来 工作人员结合正常养护程度 对印井 雨井 雨水连通管 及地道桥下和泵站进出口进行清托清扫 淤泥我们也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然后全程封闭运输 然后运到专业化的污泥处理厂 进行专业化的处置 专业进行这种无害化的处理 确保安全 另外结合我们近期疫情防控的需要 我们也要求我们在场属全体工作人员 替代口罩 本次专项青草预计历时三个月 计划青草重山路 市府大路 黄河北大街 北海街 万柳塘路 东陵路等 整十一条街路的约90公里排水管线 为2022年防汛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确保城市安全杜选 在我们青草管道当中经常能发现一些生活垃圾 其实生活垃圾 对我们排水管线的影响非常大 它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在汛气当中 预读我们管道 影响我们的防汛 这样事呢也是在此呼吁吧 每个沿岸人都说文明沿岸人 能够保证我们排水上通 真正的满足城市防汛安全无内浪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